冬天到了 你家是不是会常常吃高丽菜 其实冬天就是吃高丽菜最好的季节 又甜又脆然后又便宜 但是你知道高丽菜 怎么从小幼苗变成一颗高丽菜吗 那如果高丽菜你不把它采摘下来 它最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虽然说高丽菜是我们的国民蔬菜 对不对 每次台风来的时候 新闻媒体报导的价最贵的一定就是高丽菜 对这样一个国民蔬菜 你的了解有多少 那今天我就要让大家来认识 这个《我种了高丽菜》 那这本书呢 它的创作者是陈丽娅老师 我想如果你关心台湾生态绘本的话 对它一定不陌生 包括它的新的作品 《红树林》真好玩 它的化工非常细 那不只是化工细 比如说在这本《我种了高丽菜》里面呢 它除了呈现了高丽菜的生长过程 它其实还会把高丽菜园的生态也都化出来 比如说高丽菜旁边可能会出现其他的植物 还有高丽菜园里面还会有什么小客人呢 会出现哪些小昆仲呢 它都会很真实的呈现出来 让你仿佛在现场一样 让你也对整个高丽菜的生态会有更深的了解 那我们再看这本《红树林》 台湾其实是非常非常幸运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在热带地区 那这红树林呢 就只出现在热带地区 所以在温带地区很多人都没看过 我记得我有一次拍了一张水笔子的照片 就PO在我的微信上 然后有一个北京的朋友就非常压抑 它说从来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植物是太深的 那我们很幸运 我们在台湾我们长在热带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为什么要叫做红树林呢 其实是因为不管是水笔子 还是说台湾的海加东 蓝里 海感蓝 其实这种树里面 它们成分都有可以提炼出一种红色的蓝料 这种树就是会整片的成长 就像一个树林一样 所以这种特殊的树种 就叫做红树林 那它们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会出现在淡水河陆海的地方 所以它们非常有本事 能够试验淡水 也能够试验海水 那在台湾呢 其实像淡水河的出海口 然后新竹 庭东 台南 红树林除了它特殊的生态以外 其实红树林的生物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它长在那个泥沼的地方 所以你去的时候其实还可以看到 这个书里面就有描写 你会看到海河沙 然后还会看到招潮蟹 很多种不同的招潮蟹 那有这些东西在这里的时候 就会吸引什么来呢 水鸟 所以在这里呢 你会有非常多不同品种的水鸟 它真的就制成一个非常多元丰富的生态 如果有空 那假日 其实你就可以带着这本书 带着孩子到红树林去 我想你们可以度过很愉快的一天 就比我更多元丰富的生态 希望你跟他们的水鸟